接下來鳳城老師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內插法 那這個東西不只是在對數函數可以用 其實指數函數以後的三角函數 其他多項函數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內插法 那內插法什麼時候用 就是說你有時候有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直接求出來 但是它附近的東西你已經知道它的值了 那你就可以用內插法 好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這圖形白色的圖形是 就是y等logx以此為底的圖形 當然以多少為底都可以 就是某一個排數圖形 那我已經知道一個x1的點在這裡 那對上去在這個圖形上 當然要符合它的y就要等於x1帶進去 所以它的y就是logx1 所以這個點的高度就是logx1 有一個x2同樣的高度在這個圖形上 它的高度就是logx2 好那我現在呢 比如說這個已經知道2啦 這是3啦 那這個就是0.3010 那這個就是0.4771 那我現在不是要求log2 或者3 我要求log2.307 比如說這個 2.307 我在那個對數表也查不出了 好那怎麼辦呢 好那怎麼辦 好那這個x是介在我們之間 我們先不要用那麼困難 比如說2.6 這樣子 2.6 應該照理說這個點的高度 在這個圖形上 它的高度就是logx2.6 要求log2.6這樣 但是我要求這個p 沒有表也沒有那個 我就沒有辦法求出來 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我希望由這兩個點去求 大概近似就好 好那這兩個點可以求什麼 來看這裡 這畫一個直線 那這個點啊 它的高度是可以求出來 這個點叫做y 那這個點的這個點的高度啊 它的高度差一點點而已 我們在沒有辦法 精確地去求出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點的高度去代替它 代替它 因為他們的高度 當你的這兩個越接近 他們的高度就越接近 就差了越少 所以當你這兩個很接近的時候 這兩個幾乎差不多 所以我們用這個點 這個點可以由這兩個高度去求出來 你說好那怎麼求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呢 就是要用這個點的高度去代替它 所以實際上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用這兩個點的 所求出來 直線上的這個點的高度去代替它 用y的高度去代替它 那這個y要怎麼求呢 那這個 都是千直線 那這個平行線 平行線會結等比例線段 那同樣這邊也是水平線 也會結等比例線段 所以這個比例呢 都會一樣等這個等比上這個 好那這個比上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段 比上這一段 就會等於這一段比上這一段 那也會等於這一段比上這一段 那我 把這中間的不要的話 就是小的比大的 就等於小的比大的 好意思就是說 我把它寫起來 這個小的叫做 x-x1 這個呢 就是x2-x1 可以嗎 我都用大的給小的 這邊也是一樣 這y-ye y-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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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og-x1 你要寫y-ye 又可以 然後大的 log-x2 減掉log-x1 可以嗎 這邊有問題 那我們要求誰 我們說我們要求y 我們要求這個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求 把這個形成過去 所以y如果減掉log-x1 這邊可以擦了 開始擦了 把這個穿過來 就會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 去乘上這個 先行這邊 s-x1 s-x2-x1 乘上log-x2-x2-x1 好 那你再把這個移過來 這個減的 移過來 就變 加了 那就會變成 等於這個 等下 可以嗎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要叫你直接從這裡看 注意看 這個y要怎麼算 看到 就是 用這一段去加 第一個x log-x1 加多少 要加多少 加 這個 這個是他們兩個的差 他們兩個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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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的比例佔多少 就 這個的比例 這個佔這裡的比例 這兩個相處就是 他佔他的比例 比如說我們說剛才是 2.7 好了 那2 2.6 2.6 2.6 呢 在這邊就會是 這2.6 那這裡就是0.6 這裡就是1 3-2就是1 所以這個就是 0.6除以1 那就是 就是佔0.6 這個就是0.6 新佔就可以看出 然後他的高度 這兩個高度差 log-3 跟log-2的差 log-3-log-2 那就是 0.4771 減掉0.301 然後這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log-2 log-2就是0.301 所以 log-2.6就可以大概用 這段 加上這個的差 這個差 就是 然後乘上他的比例 這比例佔了 0.6 然後就乘上這個 這一段 再加上 這一段裡面 他佔的比例 有多少 有各自的比例一樣 那就得到這一段 然後這兩個加起來 就剩完 好 這樣了解嗎 再加一次 好 再加一次喔 就是說 我現在要求你的 y在這裡 我先用這一段 那加這一段 那這一段 那這一段會多少 這一段 是佔這全部的 比例跟這個比例一樣 所以 這全部就是 這兩個相件 這個 這個 然後 他的比例 就是 跟這個比例一樣 所以他除以他 這個比例就是這麼多 所以這樣就是求出y 那以 LOG2跟LOG3來做 例子的話 那你這個 LOG2.6要怎麼求 LOG2.6就是LOG2 就是0.3.0 加上 加上 這一段的比例 這一段呢 是用LOG3-LOG2 LOG3-LOG2 就是0.177-0.3.0 然後 然後 他算的比例 他這一段是這麼長 可是我只有佔這個比例而已 這比例其實跟這個比例一樣 所以呢 就這一段 這個 這個 整個要乘上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就是2.6-2 除以3-2 3-2 所以就是1分之0.6 那就0.6 去乘上這個 加顯式的Y值 再給我來幫你 再給我來幫你 了 謝謝 謝謝